唱完國歌升完旗 柯文哲才準備致詞 宋楚瑜先秒閃人 正是今年雙十國慶 柯批組黨和宋分裂後 兩人最後一次影同台 如今宋楚瑜動念五度出征 總統之戰 柯宋靖和再次浮上檯面 第五次 選舉很累 除非你選舉還是有基本動作 你總是要造勢要跑攤 哇 這很累的 但衝擊到民眾黨 多多少少的 力充國會席次 柯主席坦也會衝擊 不僅不分區板塊可能位移 根據最新民調 2020若是藍綠對決 蔡英文以44.3%領先韓國瑜 但若是宋楚瑜加入戰局 三角都情況下 影響最大的將會是蔡英文的支持度 還是有些影響 很難判讀 很難判讀 就是說他有他的立場 所以你要說 基於他的立場他必須這樣做 我們只能說互相諒解 對老朋友溫情喊話 柯文哲再把球丟給宋楚瑜 藍綠橘柯隔空角力 陳佩琪也來替柯助攻 臉書痛批 蔡政府利用上下資源 對柯文哲抹黑抹紅又抹黃 身為政黨領袖 蔡英文不思管理約束 該蓋瓜承受所有後果和我的憤怒 我回去要加強約束 鋪排2020 柯文哲衝政壇版圖 如今附近綠白回不去 曾經的柯頌友誼也難報 記者石文賢重回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